好,那這一部分呢,就說回這個打灣的霞沖鎮 那,都是一些老的一個社區來的 但是呢,它的海岸線就比澳頭會漂亮很多 那一樣都是有這些這樣的舊社區在那裡居住的 就是說,有時候你去住一些海景房 想要有些老社區啊,背套呢 這個霞沖鎮都是一個選擇來的 那它這裏也有過這些客運站 那這個就是一個高速出口來的,下沖這樣 這個沿海高速一出來,就到了這個下沖這裏 直入去,就到這個下沖一個舊社區來的 就是老社區來的 那,講講吧,那這邊的海景房呢 就那個海是會比澳頭好些 但是呢,你說比起這個小徑灣和這個十里人灘 就是這個石化區太近了 那它這邊特別是這個,呃,東區這邊,西區這邊 西區這邊,西區這邊 東西有時候要想想,才會分得到 那這個西區這邊呢,特別是靠這個石化區的 那變成呢,早期買這些海景房呢 它價值也是會有少少影響 因為這裡唸的海,唸一唸一唸一唸,你好像這個東南灘唸一唸一唸一唸 都看到這邊這個 那但是現在那個政府呢,它就 就花了很多錢,那整個海呢,它都是很漂亮的 那我之前有一條片,我講這個熱海灣的別墅 我也有介紹過,其實 它的煙呢,其實往高空牌呢,去山後 那其實都是,稀釋得很快 那,空氣就沒有什麼影響的 那這裡呢,只不過是連油的 那還有呢,那這裡是南北風走向 那它始終都是吹向北面 那我們在海邊,這裡一唸,其實都是 沒有,怎麼受影響的 那些煙呢,就不會吹過來的 那跟大家說,可以 可以放心先 那這些都叫一個,我們買樓叫一個 啊,燕戶設施 講回普通話,哈哈 就是燕戶的設施來的 就是,你怎樣也好,你都要知道 就是告訴你,在你知道的情況下 你要選擇這裡這樣的單位 那這個區,這裡這些二手就 一萬出頭啦,你不望海那些七百千啦 你望海那些就 真是可以成交到,萬一左右啦,這裡這些 但有些業主要放,萬四萬五呢,就 沒什麼行程的,啊,因為你 這裡,它不是一個主流的一個 海景的,最漂亮的地方,啊,那我們 去回這個,這邊這裡呢,就沒什麼一手了 主要都是在這個東區這邊 東區這邊呢,我們看回我們 這邊呢,就會有很多,啊,這裡呢,也都有個 這些叫,千飯,這個就很破舊了,但是 裡面都很多這些,林海的餐飲的,有這些 沙灘啦,廣場啦,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下沖批發市場,啊,跟澳大一樣 這個批發市場,這個海鮮批發市場 那,主要是海越灣這個系列啦,啊,那 這邊的話呢,它那個 一手的貨價大概 萬四五元左右,就是大概 這個區域,啊,現在在賣貨 那,如果是,那些是一手的,如果是二手 這個,比較多人穩的,這個 這個海越長攤花園 那,它是萬一二到,那個二手 就是望海那些,不望海那些,望背面那些 八九千都有,那這個呢,就會好很多 因為這裡呢,整個feel就不同些 那,這裡呢,後期會出來,這個,這個一手呢 就去到,不猜啊,那個貨價,這個林峰海中呢 就可能,這個就真的要賣萬七了 那這個萬七呢,它有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跟那個海景城有不同 剛剛澳頭的海景城呢,它出來就不是沙灘 它這個呢,就走出來就是沙灘了 所以就是它的那個價值就是這樣 即是,如果你有些朋友買一間這些樓 你喜歡說走出來就是沙灘 那,有它那個,譬如你可能那些四十多方 那麽都是,都是不會很貴的,都是七十多萬左右 那,但是,但是你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到這個均價 它因為它這裡其實,那個,區的話 你說它配套又不是有什麼配套的 不過就出來就是有個沙灘 那這裡呢,就是一個叫我們叫黃金海岸 嗯,這裡呢,裡面有很多這些燒烤的攤販的 那你平時自己來玩呢,這個叫公眾沙灘都是免費的 那你免費你就,沒有那麽,沒有那麽私隱性的 即是不是說好像很思向,沒有那些VIP的感覺 就是這樣 那這裡還有一個這個,水上樂園的 黃金海岸水上樂園的,都比較有名 那這個就是下沖鎮的一個蓋房 其實不是很大 因為我沒有在沖鎮的這個秋春 是拜託 是拜託 是拜託